大家好欢迎回来 现在天气真的开始冷了 我已经开始穿毛衣了 但是呢我唯一觉得很安慰的呢 是我现在可以穿马靴 就很开心 好我今天特别想要出这个影片呢 因为你们一直都在问我说 我要怎么用这个成分 然后跟那个成分 然后怎么样 说我介绍这些东西 你们不知道怎么样使用 所以呢我就决定就是用 我已经都介绍过的 讲了蛮多次的产品呢 然后告诉你们 给一些建议啦 给你们一个方向就是 怎么样使用它们 因为这些成分都比较稍微刺激一点 比如说A醇啊 维哈密C 什么乙醇酸啊 乳酸啊 水洋酸啊 就这些如果和在一起的话呢 可能会太刺激了 这些成分呢 其实都会给你皮肤蛮多好处的 不管你今天是想要说淡斑 或是你想要让你的皮肤可以发亮 透亮 或者是想要淡皱纹细纹啊 有抗老作用 这些成分呢都可以做到 只是就是你要怎么样 把它们一起使用 在我开始之前呢 我必须要讲 我给你们介绍这些产品 不是要你们全部都买回来 然后全部都放在脸上 不是的 我介绍不同的产品 然后不同的功用 是因为每一个人 他们的皮肤 他们都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不是说你们就一定要用全部 我也不建议你们都用全部 在你们脸上 还有呢就是请简化 不要复杂化 有时候你们会掉入一个情绪 哦 这么多 我要怎么用 不用担心 我会教你们 但是呢 不是说这就是唯一的方式 其实呢 护肤方法太多了 不是只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方法呢 我觉得会对你们帮助比较大 这个方法呢 不仅最简单 而且是给你最少的irritation 因为呢你只要在这些 我刚刚讲的这些成分 我们讲活性成分 什么是活性成分呢 就这些成分 比如说A醇啊 维他命C啊 乙醇酸乳酸水洋酸 这一些成分呢 都算是活性成分 那这些活性成分呢 你只要挑一个就好了 真的最简单 你不要想说 我都放在脸上 我所谓挑一个活性成分 就是你的所有步骤呢 你不要说先放个维他命C 然后呢 然后到最后就放一个A醇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 这些成分不是对我们皮肤很好吗 那我们就全部使用 不会 因为你会变成猪头 其实呢 最好的护肤方式 我觉得啦 就是尽量简化 因为你如果同时用这些产品的话呢 你的皮肤会脱皮 你会伤害到皮肤屏障 你的skin barrier 那其实这样对你的皮肤更伤了 所以呢 我们要在不要伤害我们皮肤屏障的情况下呢 然后用使用这些产品 不要有irritation 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擦在脸上呢 是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 你的风险呢 就是这些成分开始可能会开始cancel out 就是它们可能会反而会有反效果 为了避免这些成分被cancel out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把它们都活在一起 一旦你选好一个活性成分以后呢 维他命C A唇或什么的 不管你今天是用serum或essence一个活性成分 然后最后呢 一定最后要上一个保水的面霜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一定要在你睡觉之前 或者是在你水分没有流失之前呢 把它给锁住 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不容易变老 皮肤才不容易有皱纹 因为我们皮肤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你要保水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万一做什么就最后呢 就是要有一个面霜 可以很成功的呢 把你的这个水分给锁住 所以呢这样的步骤就非常简单 你接下来就只要决定说 你用哪一个活性成分 早上用还是晚上用 这就是你唯一要想的 现在最受欢迎的呢 就是早c1A 早上用 我还要命C 晚上用A唇 好这些产品呢 都是我之前讲过的很多次的 这样比较不会搞混 那这个呢 我之前讲过Timeless维哈密C 为什么喜欢用它们加的 其实第一个 我觉得它真的算蛮平价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formula不错 因为我是真的有看到效果 还有呢 我用它 我不会刺痛 因为其实说老实话 我用维哈密C呢 有时候会刺痛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那它因为刚好有10%的维哈密C 那么我就很喜欢用它们10%的 那它除了维哈密C呢 里面有维哈密E啊 Ferulic Acid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蛮黄金组合的 为什么早上的时候 我喜欢用维哈密C呢 不是说晚上的时候不能用 而是早上的时候用呢 你是给你皮肤最大的保护 因为维哈密C呢 它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 它等于说可以尽量减少 外面的UV子外线 对你皮肤的伤害 还要再加上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 尤其呢像你们住在大城市 你出去外面呢 一定空气会不好 其实那个对皮肤非常的伤 那维哈密C抗氧化 它就是等于说可以保护 你就这个自由基啊 外面空气污染 所以呢白天的时候 如果尤其你是住在空气不好的地方 你真的可以考虑用像抗氧化 维哈密C 那晚上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A唇 我拿的是Nutrogena Rapid Wrinkle Repair 这个呢我讲了好多次 我很喜欢用它 晚上用A唇很好的原因 是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嘛 用A唇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助你进行Repair 就修护 还有进行恢复 活力 Rejuvenation 还有A唇又可以促进你的细胞更新 这也是为什么你的皮肤会发亮 然后会光滑 用A唇的时候 再加上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在制作 更多的胶原蛋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用A唇 就帮助你制造更多的胶原蛋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喜欢晚上的时候呢 用A唇 还有啊 你们常常有时候问我说 这个是Serum 还是Essence 还是Toner 还是Creams 我觉得大家都太 就是它的名字呢 真的不重要 重要是它的 Consistency 不是说一定要照这个方法 但是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擦护肤品 通常呢都是从最thin到最thick 就最薄到最厚嘛 因为如果从最thin到最thick的话呢 皮肤比较容易吸收 你不能就是放一个很厚 然后最后放一个thin 这样子它比较不容易吸收 不是说它不能够吸收 其实你放的东西在你脸上 它到最后都还是终究会吸收进去的 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除非你放一个像那种什么 百分之百的Petroleum Jelly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凡士林 如果你放在上面的话呢 其他东西应该进不去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用的霜啊 面霜啊 Essence Serum 它到最后都还是会吸收啦 所以呢 你每次只要说不清楚 你就想 OK 尽量从thin到thick 然后最后最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用一个 可以保水的面霜 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在 跟你们强调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发现 外面有很多面霜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很贵的面霜哦 两三百块钱的哦 也不见得好 它就是很油 但是它也不见得能够保水 其实油并不代表保水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有区别的 所以最后的步骤呢 你就可以用像 我之前一直在讲的 Cervian Night Cream 然后最后把它水分给锁住 然后你的步骤就结束了 但是并不代表说 你每天就找C碗A 你其实有几天 你是可以换的 我其实就是这样做 找C碗A呢 是基本 但是呢 平常的时候 我会有需要一些其他的成分 来帮助我的皮肤 那比如说像水洋酸啊 或者是我讲的乙醇酸乳酸 它们都有对你皮肤有不同的作用 那么乙醇酸乳酸还有水洋酸 你要怎么样子把它加入在你的步骤里面呢 其实很简单 你一个礼拜 你可以几天 你可以把维他命C 或者是A纯拿掉 然后你就换BHA水洋酸 或者呢 是你可以把其中一个拿掉 然后换乙醇酸或者是乳酸 或者是其他的酸类 Mandelic Acid也可以 如果我要这样做的话 我自己的步骤是这样 我会喜欢白天的时候用水洋酸 然后呢 晚上的时候呢 我就用A纯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是因为水洋酸呢 它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 还蛮适合用 因为它其实是有防这个UV的作用的 因为我有看到研究 我知道还有这个好处呢 所以我就决定把它放在你早上的时候用 适合水洋酸的人啊 就比如说你今天 可能会有粉刺 然后你皮肤可能是 油性啊 或者是Combination 那它也可以帮助轻微 到中性的痘痘问题 它就可以把我鼻头粉刺啊 脸颊啊 两边 然后这边 然后额头啊 它给清干净 所以我一个礼拜呢 大概会用它个几次 就是可以顺便帮我去个角质 那如果你今天呢 皮肤你觉得 可能上了年纪 你会觉得有点暗沉 还有呢 你的皮肤就是 没有办法透光 然后就觉得说干干的 你的皮肤是比较属于干性的 你想要让你的皮肤就是有那种换肤的概念 就是让它变得比较有glow 然后可以透光的话呢 然后你没有什么粉刺啊这些问题 其实你可以考虑呢用我们所谓 AHA 那最常见的AHA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乙醇酸啊 乳酸啊 像我之前有讲过CeraVe 它的Skin Renewing Nightly Exfoliating Treatment 我并没有非常常用它 是因为我的皮肤不是说非常合适 但是我偶尔会想要用它的原因是因为我皮肤有时候它会很干 那我会发现我的保养品没有办法洗手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想要用它 那AHA呢其实它是帮你hydration的 就是帮你皮肤保湿的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其他的保养品可以吸收进去 再加上它有淡斑的作用 所以我偶尔也会喜欢用它 那我发现我用完它了以后呢 真的我的保养品就吸收的比较好 比较快 还有呢因为它帮助你的皮肤保水嘛 所以你的细胞会有点plump起来 那如果我这一个礼拜我有一天我想要用AHA的话呢 那我会这样使用 我会早上的时候还是用我的维哈密C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会喜欢用AHA 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呢我就觉得 我想了以后呢我还是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比较好的方式 因为维哈密C有UV的保护 AHA并没有 AHA可能还反而会让你更sensitive 对太阳更sensitive 所以呢 AHA通常我会喜欢在晚上的时候用 所以我的大概想法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给你们几个大方向 就是给你们三个combo好了 combo1 combo2 combo3 这个就是帮助你们给你们一个方向 其实很简单你的步骤就三个而已 我不喜欢就是用太多的保养品在我脸上 所以就三个步骤洗干净的脸 然后用一个活性成分选一个 然后最后呢就是找一个可以保水的面霜 然后如果是白天的话呢请记得要擦防晒哦 其实你的步骤就这样子 还有我之前有提到 像Adaptaline Different那个 或者是Benzol Peroxide 像这些 这些也都是一样的概念 就尽量选一个活性成分 那你们一定会问说 哦那大概要几天我可以找C1A 然后几天我可以使用水洋酸 然后几天我要用AHA 这个真的是看你们自己 因为适合我并不代表适合你 还是要看你个人的那个皮肤状况 所以呢这一个礼拜你可以自己决定说 看你的皮肤状况 你可能一个礼拜四天找C1A 其他三天你可以用其他的活性成分 水洋酸啊或什么的 完全是看你的皮肤状况还有需求 但是呢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呢 开始用这些我真的不建议你一开始哦 第一次使用这些就全部这样子 一个礼拜呢就用那么多活性成分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最好呢就你就选一个活性成分 然后你那个礼拜就用个几天刚开始 尤其是A唇一个礼拜用个两三天最多 然后呢再看看你的皮肤可不可以到每天都可以使用 你戴A唇呢你觉得可以了 你的皮肤已经OK了 你再考虑说要不要加其他的成分 比如说AHA啊水洋酸啊这些 还有呢有一些人呢他们皮肤就是可以接受这些 他们没有问题 那他们就会想说哦那我可不可以用多一个两三个活性成分 可以啊没有说一定要用一个活性成分 我是这样跟你们讲的是因为我怕大家有时候 那个脸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多产品 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要用两个成分三个成分的话呢 你可以尝试先擦一个活性成分然后等半个小时 然后你再擦另外一个 我自己本身是不太喜欢这个方法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好麻烦哦 我一整天我还要等半个小时然后再擦第二个成分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你可以尝试看看 还有呢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三个步骤 你的皮肤还是太干了 你可以再加步骤啊没有关系 你只要最后那个面霜呢是最保水的 你可以之前再加一个步骤没有关系 反正如果你必须要再加一个步骤的话 因为你觉得你皮肤还是太干的话 只要确保那个产品呢没有 这个活性成分其他的活性成分 冬天的时候有时候我也必须要再加一个步骤 就是我的活性成分用完了以后呢 我可能还要再加一个步骤 然后最后再上一个面霜 这样子的话我的皮肤才不会太干 所以其实护肤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的死 就一定要怎样的步骤不是这样的 好最后就讲完了我觉得这个影片我觉得还蛮难的 因为我要想一个比较大众可以用接受的方式 但是并不代表说方法就只有这个 不是我只是想要给你们一个比较简单的 比较不刺激的方式 希望你们觉得这个video有帮助到你们 那还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请在下面留言给我 还有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开心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啰,拜拜